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這一集已經到了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理論篇第九集囉 這一集我們來講一下在流量篇裡面還有一個 最近這一兩年來比較多人開始使用的一個平台叫做IG IG的全名叫Instagram I-N-S-T-A-G-R-A-M 我剛才發現之前的簡報都寫錯了 我拼錯,拼成I-N-S-T-I-G-R-A-M 是I-N-S-T-A-G-R-A-M Instagram 那Instagram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小的臉書版本 那他也已經被臉書收購了 所以呢你只要用臉書的帳號就可以直接登入這個Instagram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 我們來看一下電腦桌面好了 這個軟體如果用電腦桌面LOGIN的話呢 他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你點這邊就看到你自己曾經上傳過的影片跟照片 這個APP 它是一個手機的APP可以下載 然後安裝完之後呢 都是用手機來上傳影片跟照片 所以 用手機拍完照片拍完影片的時候就可以直接上傳到IG上面去 或者是IG他本身在手機上面也有提供錄影跟那個拍照的功能 那他錄的他本身錄的影片是正方形的 拍的照片也是正方形的 就是你上傳之後看到的 那你看到這個照片你把它點擊一下 照片是長方形就是就是手機的那個畫面 可是影片的話 你看這影片點下去 影片就是正方形的 你在電腦上面是可以看到影片跟照片 但是你在電腦上面不能夠上傳影片跟照片 因為沒有那個操作畫面 只有手機可以上傳影片跟照片 好這個是IG 然後呢 他還有一個特性就是他的po文的內容 他比較著重在影音而不是在文字 那當然他也可以輸入文字 而且他也可以傳私訊給對方 給你的好友 然後他的 有一個功能叫做hashtag hashtag就是標籤功能 就是你在留言的時候打個警字號 然後打個關鍵字 那這個關鍵字 如果人家點擊的話 就會列出跟這個關鍵字相關的一些 其他人的相關的照片或影片 就是別人同時也用同一個關鍵字的話 就會秀出來 那我自己的方法就是說 在IG這邊的個人檔案裡面 我這邊有留一個我的網址 那人家如果對我有興趣的話 來看我的個人檔案的時候 他會看到這個網址 那這網址點擊之後呢 他會連結到我的網頁 我只有做這樣子而已 然後其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去po文啊 就把它當成臉書每天po一樣啊 那為什麼他是年輕的族群比較會用的 因為有一個說法就是現在的學生 他們的爸爸媽媽都會上臉書 所以有很多學生就開始不玩臉書了 因為他們不想讓他爸爸媽媽看到他們跟同學聊什麼 所以現在就很多學生用IG在聊 那我聽說在35歲以下的人比較常用IG 然後35歲以上的人才比較常用Facebook 那我們是兩種東西使用啦 就是為了研究這個網絡行銷 我們會去看看哪一種行銷工具比較好玩 還有啊對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他已經被臉書購買了 所以呢在臉書裡面買廣告的時候 臉書的那個粉絲專頁買廣告的時候 也可以選擇曝光在IG裡面 所以你會現在在手機上面常會看到一些 IG的一些影片或是圖片 他上面寫贊助 這個有寫贊助的這個就是廣告 你把它點擊下去 它就會外連到他們的網站去 也許是一個APP的下 連到一個APP的下載頁面 也許是連結到某一個銷售的網頁 那一般人的照片你點擊是不會連出去的 因為他們不是廣告 所以那個有顯示贊助兩個字的那個就是廣告 那你在買臉書廣告的時候 你就可以順便勾選 要不要把這個廣告秀在這個IG上面 可是你要注意就是IG上面的影片是有長度限制的 所以你在登廣告的時候 如果那一個廣告是符合Facebook 但是沒辦法符合IG的話 那你那個廣告就沒有辦法秀在IG上面 這個是要注意的地方喔 好我們下節再見 拜拜